很高兴在里面人类牢统马克龙总统先生会面 再次感谢你今年五月热情接待我访问法国 我们就共同关心的议题深入交流 对中华关系新甲子做出了展望 并就全球性挑战和热点问题共同发生 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 过去半年国际形势发生了许多新变化 各类风险挑战持续增多 未来走向可能更加不确定 难预料 中华都是独立 成熟 有担当的大国 两国关系具有独特的战略意义和全球意义 我愿同意一道按照我们五月达成的共识 深化战略沟通 加强互利合作 携手应对变化挑战 让中华关系始终保持稳健 积极的发展势头 为中华关系良性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 做出更大的贡献